警车绿灯直行突然在十字路口与机车碰撞 远景满脸鲜血对方伤势也不轻 另个镜头警察处理交通事故 后方轿车疑似恍神追撞卡在路中央 在街头碰碰撞撞医疗负担很重 修车金额更可观 警车的保险怎么算 远景出勤疏导交通追气嫌犯 碰上了事故车损人伤是家常便饭 但各县市警察局对于警车的保险预算 有所不同能申请的额度也不一样 以台北市为例 目前有保的部分是只有强制嫌和第三责任嫌 并没有车底嫌 万一警车撞坏了 这笔巨额的修缮费用是谁赔偿 有可能是远景要自讨要保 远景就变成说你自己要去付这个修车费 然后最后被扣薪水会导致大家的一个困境 那我当然是希望中央可以规定说 至少我们的这些警用车辆 应该要保到什么程度的一个保险 看看各县市警察局针对警车保险的年度预算 双北市各有5000多辆警用机车 台北市的保险费达978万 新北更高有1304万 但刑事局一年确止规划39万2000元 远景之前发生事故大多遇到车损问题 依照各县市警察局保的强制嫌和第三责任嫌 由保险公司来负担 但这仅仅赔偿被撞的一方 警车回损算谁的 以台北市来说会依照照泽有远景部分负担 新北市则是公家预算处理 让远景不要有后顾之忧 但警车的保险 一国多知的情况 预算多得六都 有这样的福利 其他县市的警察又该怎么办 碰到事故 回报情职中心 可能因为赵泽被惩处 甚至还要负担收车费 身为人民保姆 又有谁来保护他们 TVBS 我就先理解台北相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